感谢大补加入会员 来 咱们来 量个线 哈喽你好 喂 罗尼兄你好 你好 我是罗尼 请问怎么称呼 哪里人 南京人 方公子 上次来过你的线 我记得你 来 方公子 今天我们主要聊话题 你觉得台湾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又到 吹牛逼时间了 这个 我先说 一个结论 我自己分析的一个结论 感觉现在 这个世界 现在做个形象的比喻 现在世界 好比一个大的赌场 美国搭建赌场 现在的所有规则 但是现在美国 由于自身的原因 他现在赌场 老大从权威角度也好 还是说自身的这个实力也好 有点撑不住这个赌场 中国呢 这个赌场里新来的这个 这个扛手 这个虽然现在是的 但实际上这个实力并不弱 而且家伙都是新的 有点 我们那个054A 新青年 缺提方钢的 所以说把老大干了 给他一刀 这都不好讲 但是中国现在的战略意图呢 他并不是直接就拆场 因为这个厂子拆了 中国现在也拆不下了 因为中国现在自身也知道 自己的内部的一些硬实力啊 包括就是说制定规则 全世界规则 话语权的软质力 都达不到 说拆完厂子 立马就能接下来 美国这发展的事 所以中国现在的战略 应该是 就是跟老大耗 慢慢耗死他 对 但是呢 你发展我 就阻止我发展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底线要守住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 就是说整体上的这个脉络 而沿着这个脉络的话 我们就是再往下看的话 就看看咱们三方呗 对吧 就美国台湾大陆嘛 我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 哎 美国这个国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有 你刚才讲的 他灵活 实际上 假装叫厚颜无耻也好 或者就是说 这就是典型那种商人思维 那种国家 国家国家利益优先 他这个台湾这个牌啊 他现在是两边 就是两边都在打 对台湾这边 也是往死的打 要他的筹码 让台湾吐东西出来 大陆这边 也是往死的打 让大陆 吐东西出来 台湾这边呢 我感觉台湾这边是 没有任何筹码 去跟美国叫价的 因为现在我听 有些人说啊 就是说 好像是说 美国在压着台湾往上冲 但是台湾呢 就是说 他在犹豫 或者民进党吧 他说美国这边 实际上想让台湾冲到前面 或者是是一个大陆冲突 让他打代理人战争 美国躲在后面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嗯嗯 因为现在 其实说白了 不存在说美国 台湾有任何不配合 美国的这种条件 或者筹码 现在完全可以讲 就是美国百分之百 控制的一个 一张牌 或者一个墨 他没有任何交价的权利 因为美国随时会卖的 这点我讲 台湾蔡英文政府 就非常了解 这个他自己的地位 所以你看刚才你讲的 这个 今年今年好像4000多亿了吧 就是台面上4000多亿 嗯 已经交出去了 所以说台湾这边这个牌 这个血啊 被美国吸的 死死的 就是美国打台 就台湾这张牌的 台湾这边的要价 然后美国 把大陆 台湾这张牌 大陆这边的要价了 那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 阻止你的这个发展 对吧 你老二 想直接拆你的 这个比如说产业升级啊 高科技啊 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 大陆现在这些底线已经化了 就你这个台湾 再怎么打这张牌 台湾这些底线 相关的 就是我大陆发展 要我往上发展的 这个筹码 我是不会给你的 但是呢 比如适当 以大陆实际上是可以往外吐的 嗯 比如配合 或者是 但是现在大陆 其实也画了一些底线 就是之前的一些错误的 你要纠正完 我才能跟你说 就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大陆 跟台湾有点什么游戏里的感觉 打一下 吐东西 吐装备 吐金币的感觉 吐一吐吐金币 刚才才 是这样的 其实你 你从现在的 咱们分析东西呢 也就是不能太主观 但是当然可以有一些历史的痕迹 可以看 其实这些年 中国跟美国打打 谈谈谈谈谈谈打打 包括去年 前两年川普上台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出来 中国 也是比较灵活的 就你美国硬的时候呢 大陆 说你碰我 很底底线的时候 我是不会让步的 但是呢 有一些灵活性的东西 大陆还是会配合 贸易战两轮谈判 实际上并不是说 大陆硬到说 我就跟你翻底牌 但这个也是 就是回应我刚前 最前面说的 大陆的最高的大陆意图 实际上还是 慢慢耗死这个老大 在没有耗死的之前 并不会说直接翻牌 其实我觉得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希望 尽早就说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他 不管说历史经历也好 怎么也好 但是其实从中国 或者叫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来看 前面那个就是说 合同或者叫做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略 肯定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是利益最大化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高战略 虽然很多人都希望说 就觉得台湾现在 合同也回不来了 这个台湾岛上 这个百分之九十都生 这个这个 排毒了 都生绿蛙了 回不来了 想打他 对 这点你详细说说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先治理 后统一 就是先统战思想 再这个统一这个中国 还是先统一中国 再统一台湾人思想 你觉得这两者 你更支持哪个说法 还是说你有另外 其他的一种想法 其实这块的话 我 我现在倒是觉得 台湾岛内的一些民众的想法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最近我也在一些 一些discord上面 跟一些台湾的一些 小小毒毒们 还有这些绿毒们 毒毒是吧 或者误入基督的这些 小小小毒生们聊天 其实他们有些还是 有些还是可以这个思想 思想进行改造 因为有些东西明显 他的这个思维的 就是逻辑 认知漏洞很大嘛 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台湾现在民众 除去这些 好像可以改造的人 大部分人他是盲目的 他的思想是盲目的 他这些年在 你不管是主动的 被动的也好 他对民主情节 对两岸我们这种大的 这种 不管叫做 咱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这种 共同的这种视野 一种认知也好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 比如说你诉诸于 统一的话 诉诸于说 去引导什么民心 让他们能够认同我们 或者是说 就是说从民心角度 去去争取他们 争取民众 我觉得意义不大 而且从实际的 就是从利益 实际的利益角度来看 这些民众 他们是影响不大 就以后统一的话 说白了 你不管武统还是核统 这些人 还是像高阳一样 你去统治他 怎么统治都可以 只要给他利益就可以 你去统治他 怎么统治都可以 你可真是把我笑死了 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是 这是一帮小兽 我这段时间 我发现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民心 你这代人的民心 你在没有统一之前 你肯定是争取不到的 你也没有途径去争取到 因为这些年 包括现在的 就是他们那种麻木的状态 用小学性状态 或者叫做年轻人小学性了 可能中老年人 就是直接人家就是 就这样了 就安了 就这样了 就是你没有统一之前 你是没有办法争取他们 统一以后 他们也未必会认可你 但是他们有一种 就是很灵活的一种态度 就是你假如说共产党 今天合同了 合同以后 你把这个框框条条 给他建立好 他以前吹牛逼说 这个什么选举票很重要 说一个什么言论自由很重要 但实际上在高压跟金钱的 双重打击一下 暴击一下 他们立马就归回顺名 然后咱们有国安法在配套上 香港的事不会再发生 法律跟这些配套跟上 香港的那些事不会再发生 所以我真是不担心 台湾民众的思想 怎么样就向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这方面去拉 没必要 把下一代这些教育搞好 让下一代人 就是重新有一个这种 正确的价值观 对对对 现在这边 其实还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正确的一个历史观 对啊 他现在的教育 教育这一代人 他当白子一样 他里面脑子里面 已经写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了 包括前两天跟 跟他们交流 我发现有很多的就是历史啊 知识啊都跟他们谈过了 他们也认可 认可完 他们一转头 就是又油烟不尽了 那种感觉 就是他的思维已经就是固化了 就是认为你是坏的 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认为你是坏的 虽然他你给他讲过一些 他原来认识的一些错误 一些客观的事实跟他讲 但他还觉得你是 就是这个事 他好像就是刻意的跳过去了 他就是认为你坏的 所以这个很难的 嗯 是是 所以你认为台湾最后 他的结局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 他会怎么样的落幕呢 这个台湾问题 其实台湾怎么落幕 刚才说了嘛 跟老百姓就没太大关系了 还是回到就是说中美啊 这个就是这个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条路上 中国的最高在这个这个最高战略的指引下呢 中国我觉得是两种方案吧 最高战略就是前面讲的 呃核统 而且是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他的就转通力下降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活动 但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对我们利益是最大化的 但是中国现在我感觉肯定是在有第二预案的就是 在意外发生的情况下 任何 任何这个意外发生情况下 有胡同的这种准备 而且这个准备一旦一旦触发的话 比如说有些意外发生 这个第二预案要拿出来 而且拿出来以后 可能就是要提前把这个排摊出来 如果你美国就是说我加码对吧 我把台湾比如封锁了 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那个胡同了 然后就像南海南海中海岸一样 你国际渔市你舆论那些我都不搭理你 那些我该拉的国家我都拉了 就看你美国怎么办 对吧 把军将在这儿 如果他往前推一步 那我也往前推一步 我觉得相当于第二预案就是跟他摊牌 你要不就退出 至少退出台湾势力退出 跟台湾这样排你给我废掉 要不然你就给我大打 把东北亚的彻底咱们就摊牌 我觉得中国的第二预案肯定是 不可能就是一厢情愿的 按第一因为你如果是第一战略 就是一直让人看穿的话 人家会一直跟你玩 但现在美国也很贱 就是就在看过 咱们都看过周英时九品芝麻馆 里面方唐靖 方唐靖 你打我 对啊 跳一会儿跳起来 你打我对吧 就是恶心你 恶心你说白了 美国这种要利益的国家 他就是要你的筹码 要你的要你要你吐东西出来 你又不给他我再 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太逗了 我都有画面了 你中国是一个囤金兽 你一锤子下去就吐金币那种感觉 是这样 其实现实是这样 这么多年 他的事实也是这样 但中国其实不在乎吐点东西出来 因为从我的最高战略点而言 我不断的壮大 我怕什么呢 对吧 我现在就明显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再往上走 越往后的话 就中国我觉得古老的这种哲学思维 还是很管用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延续5000年文明 不但是屈人之兵是第一最大化的 我真打的话 其实为什么不当第一战略 因为真打的话 其实还是很多后遇阵的 一个是真打的话 后面局势怎么控制 你把我清楚一旦开启这个战略 再一个从民主融合角度来讲 你再怎么打人家死人了 你后面民主他也是个伤疤 台湾二二八他们一直垫里 然后一旦打 而且对国际而言 你真动手的话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你说你中国不成罢 对吧 你是王道 你是一带一路 然后你咔嚓一下 就搞个武统 怎么讲 对我们来讲 都不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我是认为 就在最高战略指引下 同时我有第二手的这种预案 就随时跟你摊牌 我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怕摊牌 就是从硬实力 硬实力这样来讲 反而虚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这边真要是跟中国 就硬碰硬升级的话 很有可能他这个摊 赌场就摊了 至少东北亚这块就摊了 所以美国他会继续玩 玩到这张牌打差不多了 他自己的实力也退到差不多了 他会最后做个决策出来 他只是说现在 他不会情愿的 情愿的去放弃这些东西 他会跟中国继续磨 所以你的观点主要还是 在一个中国需要保持一个 务实政治一个策略 应对对美的一个策略 那么同时呢 中国也需要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就是说我随时都可以跟你摊牌的同时 那么你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你后面很有可能就会啊 这个实质性的承认中国的实力的崛起 退出第一岛链把这个台湾给我吐出来 是这意思吗 对的基本是的 就是我我就跟打太极一样的 我用软实力慢慢吸你的血 让你最后在我的脚下 但是呢 我右手的拳头也准备好了 所以是你刚好给你看的 所以看着你刚才那个比例 这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是吞金兽 谁完了吐东西 从现象看中国是吐金子 这个是没问题的 中国吐金币 但是从就是说 对从长远战略而言 你看谁大谁小 谁慢慢变强 谁往上走 谁往下走 这个其实就是说我虽然暂时在吐 但是我身体在慢慢变大 你虽然就是现在维护这个场 你看美国现在维护这个赌场不累 其实已经是有点就是力不从心了 大家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随着慢慢实力 此消彼长的话 剩下的那些国家 它都是墙边草 它们随时都有可能 突然就喊你是大哥 你是民主国家的顶范了 就不是美国 你很了解人性 你很了解搞政治的人 一句话点题 是吧 就瞎吹 一日为大哥终身为大哥 旁边人全都跪下了 是吧 这些国家 你说白跟人也一样 他还是以自己 现实利益为他的选择 没人太理想化 也没人傻的呼呼的 除非有些国家领导人 像波兰乌克兰 这些国家领导人当 到美国留学 留过学的 被人家CIA弄过的这些国家 那是真惨 这些国家当这些国家的人民 也是一种悲哀 确实 那好 感谢方公子 今天的连线 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和视角 希望未来你可以更多的连线来发表你的观点 好吗 好的 感谢您的连线 就到这里 好的 再见